从已都出生死海 这个生死 在佛法里面讲两种生死 分段生死跟弊异生死 分段生死是有形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一生 从生到死这是一段 这是大的 那小的呢细分呢 从年头到年尾这是一个生死 再给你细分呢 昨天死了 今天生了 昨天永远不再回来了 然后再给你分呢 前一个小时死了 这个小时生了 这都叫分段 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前一念灭了 这一念生了 这一念灭了 后一念生了 这都叫分段生死 所以叫无常嘛 便宜生死 跟这个不是一个讲法 因为生死是苦 那便宜也是苦 便宜是什么 我们不断在提升 像念书一样 你念一年级 一年级生了 一年级念完 生二年级了 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生了 二年级死了 三年级生了 这个叫便宜生死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所以 社报图里面 四十一位发生大师 便宜生死 无时无名的吸气 渐渐的断 他渐渐往上提升 那叫便宜 到最后一瓶 无名吸气 断静了 那就妙却为了 那就永远没生死 便宜生死也没有了 这个是佛经上 年级生死的 这个说法 我们要晓得 叫出生死海 入福之间 证得 像佛一样 允满的智慧 得相 这是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完全证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